一夜熔断20次,柯达股价盘中狂飙650% 昔日胶卷大王变药神 一度陷入破产危机的全球胶卷巨头的美国伊士曼柯达公司28日 获得美国政府7.65亿美元贷款 将进军非专利药物原料制造行业 受此消息提振,柯达公司股价已经连续多天飙升 柯达公司当天与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签署投资一小书 所获贷款将协助柯达成立初创企业柯达制药公司 美国总统克朗普 柯达制药有能力提供美国生产非专利药所需活性药物成分的25% 这是一个很大的份额 贷款消息公布后 柯达股价28日上涨超过200% 从前一天的2.62美元 一举跃升至7.94美元 29日,柯达股价再次出现暴涨 盘中涨幅一度超过650% 股价升至60美元 盘中触发20次熔断 截至收盘 柯达公司股价 收于美股33.20美元 涨幅318.14% 市值达到14.5亿美元 盘中触发20次熔断 盘中触发20次熔断 盘中触发20次熔断